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节目希望以大师应激视线的生命境界 作为我们人生旅途当中前行的动力 我们将以二十四集来分享这本书 希望与有缘人一起共读 一起探索大师不为老病所困的补我 大师的精神一定能成为鼓舞我们向前奔进的动力 今天我们就从首篇慈悲的包子开始说起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诵读 2016年12月15日 时逢欧弥陀佛圣诞 佛花山的大众早课后 准备到云居楼过堂时 大师现身选佛场 注视大众进入灾堂用灾 之后大师叮嘱大聊 每人增添一个大包子 在节哉季唱诵结束后 都监院院长会传法师 彻底传达大师供养包子的姻缘 大师身体复原后的第一句指示 要有包子给大家吃饱 大师心心念念 不忘对途众的慈悲广爱 佛花山在草创初期 经济非常非常的拮据 正所谓碧露蓝绿 移起三连 大师经历重大的脑部手术之后 恢复的记忆 其实是从最早最深的记忆开始 所以当大师回到山上之后 看见大家过堂吃饭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要有包子给大家吃饱 他忘掉了自己极大的病痛 却念念不忘对途众的慈悲广爱 让人很是感动 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 可米有限公司陈仲尤经理 他常常被人赞美 为人诚恳做事认真 诚恳的外表 让他还没有开口 就先得到信任 我想请问仲尤师兄 当你听到文章当中描述大师手术后 第一句指示的 就是要有包子给大家吃饱 不知道您的心里 有感受如何呢 谢谢助持 各位音讲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自己在家里有认真地研读这篇文章 今天听到师父你朗读的时候 我脑海中仿佛看见在这寒冷的冬天 弟子们慢慢推着大师的轮迷 大师注视着大众进入灾堂用灾 心中想着大家有没有吃饱的这个画面 大师曾说一个人宁可什么都没有 但不能没有慈悲 但是慈悲是要有智慧的 讲到这里我想分享我的个人经验 慈悲与否就在那一面之间 记得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夜晚 我独自逛街在电子商场 突然间听到有电影大喊 有小偷 这个时候我看见一个年轻人 快速的向外冲了出去 当时我见状马上跟上 跑了好几条街后 最后来到一处五尾巷 当时灯色昏暗 眼见前面没有路 这位年轻人停了下来 面对我 与我相信大约有三公尺的距离 当时场面有些紧张 但是我自认为是宪兵退伍 随过夺刀夺枪与琴拿术 应该可以稳住这个场面 但是就在此时 这位年轻人做了一个动作 他突然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并且大喊 对不起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听完之后我更慌 当时闪过一面 如果把眼前这位做了错事 但是很像随身年轻人送到检察局的话 未来的前途可能就会受了影响 但他毕竟做了错事 我该有慈悲的心换过他 没多久 电子商场的三位店员 终于也跟了上来 在向我说声道谢之后 就立刻将这位做了错事的年轻人带走了 当时象棋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顿时茫然 这些年回想这段往事 我始终对此时有些遗憾 常常想如果当时我放他走的话 他的人生是不是会更好 直到我踏入佛门 学习了佛法 直到慈悲是需要有智慧的 有时候判断就在那短短的几秒间 后来我加入了佛光会 学习人间佛教 明白了大师说的 慈悲不是一时的彻影之心 而是透过宫里的感动助人 所以对于这个没有答案的往事 我开始用祝福的心默默地祝福这位年轻人 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走对的路 听完这个仲游林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相信每一个人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事件 在电光火石之间 其实很难做周延的判断的 有时候我们难免也会有一些的这种遗憾 不过只要你当下心存善念 甚至于现在你还在回向祝福给他 我相信必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也相信这位年轻人 能够收到你数年来的诚心祝福 我想再请问仲游 因为我知道您是从事报官行的事业 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 那您是在您是在什么因缘下与佛结缘的呢 是 我来自佛教家庭 但是很惭愧啊 因为自己经营事业的关系 一开始是在我太太的鼓励下 以半推半就进入了国门 就在佛光山慧宗寺 非常的幸运 我在2014年 大师两次丽临海中慧宗寺 我担任了护法金刚 真幸运 是的 并被安排推动大师的轮椅 进入慧宗寺的大殿 那时候我现在是非常的紧张又感动的 我至今依然记得当时的景象 紧张的是 深怕没能推好轮椅的动线 感动的是 大师时时刻刻不忘给人情 挥手问候 亲切的给人温暖 想到自己能够如此尽静地接受大师的慈悲 我真的很幸运 当时我发现 希望我也能成为像大师一样 给人慈悲 给人光明 给人温暖 奉行大师所提倡的三好四给 在佛门丹的义工中 我感受到 时时会收到如同大师所发送的慈悲的报纸 有幸福的感觉 是 辉宗寺在2015年 集体创作 举办利益众生的 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 非常感谢住址 你愿意用 我一个没有经验的人 让我担任资讯报道组的组长 虽然我没有经验 但是我勇于承担 是 非常感谢 谢谢师傅 佛光山以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助使得特别叮咛 要广容大众 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参与 让民众方便使用网络报名 集材QR Code便是快速进场 就当时而言 他是非常创新的做创解 没错 因为当时佛光山我们也是第一个用QR Code的 记得5月30日的第一场 蒋新老师的历临 在开始进场前的30分钟 三楼的大殿 及一楼的补卫期 已经排满了非常热情的听众 当时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非常的紧张 我也很紧张 大家都很紧张 但是在开放进场的10分钟内 已经让所有排队等候的民众 正确又顺利的进场 对 那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真的是 佛光人的集理创作 每一场将近有200名的义工参与 可以让数千名的听众因聆听讲座 而得到心灵的满足 这是中部的一大盛事 讲座当中有部分厂次 住此还规划了纪念品 要赠送给听众 所以我也召集了义工 成立了纪念品包装工厂 由义工们参与包装的工作 这也让我想到了 大师当时变临厨房 要准备给包装给同众 包装工厂如同厨房一样 我们将活光山会众室的温暖 会众给来听听讲座的听众 让听众也感受到 大师以活光山的慈悲 对 你讲得真的非常好 未来与希望的讲座已经持续办了6年了 当时要一个月连续办29场 真的是不容易 需要动员的义工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义工当然就不好找了 除了包装组组长 我也请你兼任了讲座期间 接送讲师的义工 那你在这种担任 未来与希望义工接送讲师的期间 你有没有哪位讲师是你在接送的时候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的 能够参与讲座 并担任报道组的义工 是我然得的人生经验 我个人也参与了5年 总共147场 这是非常难得的宝贵机会 非常感谢主持 安排我来接送讲师 让我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名人 并且在对谈中 学习到讲师与一般不同的地方 记得2017年的6月5日 大约6点30分 我在高铁站迎接陈兆荣医师 是是 陈院长 是的 在车上聊天中 知道陈医师刚刚从高雄长庚医院下班 就提着公事包搭乘高铁来到台中 当天已经看了将近三百个误望的门人 他是名医 当日讲座的主题 一个医生的养成以社会关华 在回程中 在接送陈医师回到高铁站时 我所信的就问了陈医师 今天您从早上到晚上忙了一整天 要不要考虑在台中留宿休息呢 陈医师回答我 是 不行 明天早上我还要进手术 为病犯开刀 顿时我听了有些惭愧 陈医师慈悲之心 助人救人生命 马不停蹄地善用自己的时间为社会服务 而且整天精神饱满 完全没有任何的疲倦感 他真是让人敬佩的慈悲良意 是是是 讲到这个陈兆隆院长 我记得师傅办了大专服学项目 接引了非常多的青年 当时呢 这些青年学子 来到佛瓜山参加两星期的活动 可以免费地吃免费地住 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当时整个大环境 经济条件都不好 师傅无私的奉献 接引这些青年学佛 当他们出了社会 成就一番事业后 有一些人都回来回馈佛光山 这是师傅从来就没有想过的 这当中呢 有谁 这当中就是有刚刚您所说的 高雄长庚医院陈兆隆院长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处长陈冬生 美国的外科医师沈仁毅 以及在日本的牙医 林宁峰医师等等 这些人的成就都非常的相当的 那中游我想请教你啊 除了这个接送陈兆隆院长之外啊 你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讲师 让你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呢 有的记得2018年的6月21日 接送黑幼龙老师 这是他第三次历临慧众师演讲 黑老师非常的慈祥亲切 因为他的年纪与我父亲一样 所以黑老师坐在我车上 让我有股温暖的感觉 他的精神很好 记得2016年第一次来到慧众师演讲的时候 一开场时他讲到 哇 这么多年来的工作演讲 今天他是第一次这么感觉到 这么受欢迎吗 我先诚实的讲一下我的感受 我大概做这个工作 常常很幸运 有机会跟很多人分享啊报告 好像今天晚上是最受欢迎的一次 真的 当天现场挤满了热情的听众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这让我想到了被译为华人之父 卡内吉之父 专门激励人生的希望之父 今日黑老师被慧众师热情的义工 及听众给激励了 火光山给人希望 一场讲座激励了现场的听众 讲师也被听众给激励了 我听到众友讲到黑幼龙老师 其实黑幼龙老师也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位 在我邀请老师的时候 他听到佛光山要办讲座 是非常非常欢喜的 而且一口就答应我要来到慧众师演讲 其实我们慧众师举办的 《未来与希望》的讲座 不是只为了佛教徒 而是为了全台中士的市民 甚至于在网络上无缘佛界的有缘人 非常感谢众友为我们分享这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如果我们能与众友一样 以大师为模范 学习大师用慈悲的心灵体贴关怀别人 为众生付出 那么无论走到哪里 即使是一无所有 也能让我们拥有富足的心灵 最后想请众友谈谈 你加入佛光会之后 觉得最大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这些年因为进入了佛门 学习了佛法 加入了佛光会 进而担任了各项不同层次的义工任务 也承接了不同职务的责任 服务于人情中 感受到佛法所带来的喜乐 生命也因此感到丰富而精彩 大师说慈悲要发心为人服务 给人帮忙 就会增长慈悲和智慧 我们要学习当大师手中的包子 时时带给大众温暖 最后我用一首自制的小诗 来送给大家 奉行三好以示给 身体力行心慈悲 勤修福德以智慧 欢喜常伴福香水 岁月总是将人吹 当下因言最珍贵 发心力宴义工会 感恩之心来回馈 哇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们要勤修福德与智慧 欢喜常伴不香水 发心力宴义工会 感恩之心来回馈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仲游与我们分享 他的生命故事 期许大家都能学习大师 处处以慈悲的心与人结缘 所谓欲缘则有失 只要心存慈悲 处处与人为善 则生活当中的种种遭遇 无论好 无论是坏 都在圆满我们的菩萨行 感谢我们大家 今天云端与我们相会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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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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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镇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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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